Inpress图表制作 在这个单元要为各位介绍 如何在我们投影片当中插入图表 我们先看范例档 我们要完成类似第九章这样子的一个长条图 把植物票显的结果用长条图的方式表达出来 那我们先看一下怎么样插入图表呢 请各位在第九章投影片按下滑鼠的右键 我们新增投影片 版面会预设和前面一个投影片一样 用一个标题加一个物件的 那我们在这个物件的地方 选择右上角的插入图表 一开始会自动跑出一些资料 那我们这个资料并不是我们要的 请各位到上面这个功能表这边 选择图表资料表格点选 好在这里呢您可以去删除您不需要的资料 好例如我们的植物只有这个植物名称 第一个是木棉 好票数呢是100 好那去这两栏资料呢我们不需要我们就给它点选 删除点选删除 好其他的呢我们把资料就依序完成 好例如第二个是 三樱花 好票数123 好如果不够呢 我们在这边直接按插入列 插入列 好准备好六列 我们把植物输入完毕 好还有票数输入完毕 就可以把这个输入资料的地方 把这个视窗关闭 好那好了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图表的外围 随便点一个地方 它就回到我们的 简报 一般浏览的模式之下 好那请各位把 第十章呢我们刚刚练习 输入之后的先把它删除掉 好我们在下一张已经有帮各位输入好全部的内容了 好我们把这个图表地方先点选一次 好快点两下 好我们看一下里面的文字部分 好都已经帮各位做好了 好接下来我们怎么样呈现长条图呢 好我们先把它关闭这个输入的小视窗 好一开始呢 它设定是长条图的方式 那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图表类型 好根据你的资料 那这边改成横的也可以 那改成圆柄图呢 或许就不是那么适当的 好那它的票数呢 没办法用长条图 那样很明显的哪个票数比较多 好那我们还是预设为 长条图 好那其他的图形呢 你要根据你的资料呈现的方式 好选择好我们去 那我们3D部分那么也不做 好那我们直接要做平面的 好确定 好那图表完成之后呢 我们可以变更什么地方 好我们第一个 X走的文字部分 好请各位停在X的部分 好按一下滑鼠的右键 好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格式化轴 好我们看一下格式化轴的部分呢 我们要看的是字形 好现在是看的是 看一下X轴 好就是我们的这个植物名称的部分是X轴 好我们把字呢大一点 好20 那因为我们是中文字 所以这个C文字的部分 好看你要不要调整都可以 好我们也调整20 好颜色呢我们把它变更 好我们看一下 白色部分 那我们随便用一个 比较明显的颜色的底就可以了 好确定 好那可以看到我们的 X轴的文字部分已经变更了 好接下来我们要变更的是 票数部分 Y轴一样我们要必须点选两下 好在这边 Y轴的地方点选一下 然后呢按滑鼠的右键 好格式化轴 好那字形 一样我们用20 好那数字部分应该是用西文字20 好字形效果 好那么一样用红色就好了 好确定 好那这样子呢我们的票数也出来了 好那这个右边有一个小小的东西 叫写蓝一 蓝一什么东西呢 我们赶快点两下 好蓝一呢我们要呈现的是什么字呢 我们把字也放大一点 好20 好20 颜色 我们用蓝色好了 好蓝一 那这个蓝一的字怎么去修改 好我们来到我们的图表资料表格这边 点选 好在这里 蓝一指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票数 好所以你可以把它改成票数 好了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改变已经变成票数了 好关闭 好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的一些重要的调整 包括文字的颜色 X轴 Y轴文字的颜色 还有大小 还有这个长条图指的是票数的意思 好那变更颜色怎么做呢 好点选长条图 你可以去按格式化资料序列 好你可以去变更 它的颜色 好我们变更另外一种蓝色 好图表12的蓝色 好那你也可以加上边框 好边框我们用连续的线 然后我们用更深的蓝色 好宽度你可以去设定 好确定 好 好那这个是长条图部分 那长条图后面这个呢 我们叫图表 好我们一样可以变更 好点选图表 按下滑鼠的右键 好格式化背景墙 好我们用色彩 那么 我们用个浅色系就好了 好黄色 好那在这个 这个图表有图表有图表地方外面还有一块就整个图表的外围还有个颜色部分 好也可以做一个颜色的变更 好我们用个建层设好了 好绿色建层好那这样子就完成了我们一个图表的一些简单的设定好包括了X轴的文字部分 然后看Y轴颜色还有字形还有这个长条图代表是什么东西还有颜色各个调整好那标题呢我们就先暂时跳过去好之后呢在外面点选一下好这样就完成了我们一个图表的制作好那请各位练习看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